我叫陳怡琦 對 大家都叫我小太陽 我是徐盛中 那 今年在剛轉學過來 我是影師二的吳嘉欣 我叫王妍 影師二 來自馬來西亞 嗨 我是阿剛 不對 我是余慈 我影師二 我是張哲凡 然後在大陸的學校是環營示範學院 讀的是影師藝術系 我在第一部片《紅色高跟鞋》中 單音的是攝影 第二部《罵你好煩》當中 單音的是燈光 第一次是當攝影 第二次是當場劑兼剪接後製 剪輯 攝影 深圳 燈光 場劑 攝影 燈光 剪輯 場物 在前一天學校拍戲 我都得自己找劇組 然後找找找 永遠就只有三個人 以前當導 當攝影 不用跟攝影溝通 那可能現在變成 現在比如說第一支片子詮釋的時候 我是當攝影 那我得要去跟導演互相溝通 還有與燈光組去溝通 來台灣發現電影語言是一個通用的語言 所以說過來的時候 我實際上可以跟同學們很好的交流 在拍片的過程中也可以很好的配合 拍片的成長商應該說會更有團隊意識吧 最大的學習 就是原本從一開始不會的東西到會 就像國際前人都不會開車 然後為了就是都沒有辦法了 已經下下策了 我就只能逼著自己 硬著頭皮上路 所以我就會開車了 大概是這樣 之前根本不知道拍片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就是開始學之後就發現 原來拍片就是前置期要做那麼多的東西 從一開始原本是零的構想 在紙上而構想 漸漸的被我們製造出來這個角色 到最後的成果被大家看到了 展示在大家面前 我是覺得這是最好玩的地方 剛來的時候實際上交流的時候會有一定的問題 就是可能在一些專業術語的說法上 比如說像C-Stand 我們那邊叫做C型魔術腿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Low Way 我們那邊叫做紅頭燈 但是了解一下很快我們就可以很好的溝通了 之前有幫別人做一部片的美術 然後畫了很多畫 因為它在那一部它需要大量畫 可是最後那一部片 其實還要開始拍就停了 因為劇本上一些問題它不夠滿意 可是在那過程中反而獲得很多畫圖的經驗跟知識吧 所以是蠻有趣的 我身上是走技術組的 所以燈光攝影也是我的本行吧 之前也在大陸那邊跟過一些劇組 然後可能把大陸劇組的一些經驗 然後分享給台灣這邊的同學們 台灣這邊的同學們也把他們的辦事方法分享給我 我覺得在這邊收穫比較多的是台灣同學有關製片方面的經驗 他們的表格跟會議運用 運用得非常好 我覺得他們都很有想法 就是他們在上課的時候都會勇於地表達自己的看法 很有條理的講話們的內容 跟我們相比的話 我們可能比較害羞吧 跟外籍生相處學到的東西 不太像拍片的東西 就是 其實分開就是不管是哪個國家 我覺得還是看個人的 每個人的能力不會受到他國家影響 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 或認識到他們的風俗習慣 或是語言 可是在價值觀在合作上 每個人都是保有自己特質的 不會因為他可能是馬來西亞 可能是香港 可能是台灣 所以就他們都很像 他們都是那樣子的想法 其實是不會的 每個人都很有特色 就不分國籍 金種子喔 我覺得金種子就是我們整個影視系 大家會齊聚一堂的一個聚會 然後大家都會打扮得很好看 漂漂亮亮的 展現自己平常不一樣的一面 金種子它是一個目標吧 就是會希望在那裡獲得一點成就 或者是建立一些信心 所以去努力做一些什麼事情 對我的期望 大概是到大師之前都可以變瘦 我覺得我會一直在這條路上 哈哈 就美術 敬盡自己行銷國外這樣 以後呢 只要能在影視工作我就很開心了 希望可以進入到 我的理想目標的製作團隊 各位學長姐如果不吝嗇的話 可以邀請俱聖中心科片 希望大家以後在業界可以 越混越好 然後希望以後 大家也有能夠在業界內有合作的機會